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啊 猪顶红呢 它其实只要养护得当呢 是可以啊 一年多次开花的 那么可能很多花友啊 它养了这个猪顶红呢 一年就只开了一次花 然后之后就不开花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因为啊 我们没有把它的种球养负状 种球呢 是积蓄非常多的养分的 那么在开完花之后呢 它消耗的营养非常的多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补足 没有促进这个种球的负状 那么它后期呢 是很难开花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啊 促进这个种球的负状呢 那么种球啊 它要负状 种球要长的状 营养足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它补充足够的甲肥 因为甲肥呢 它才是促进植物啊 健壮的一个肥料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给它补甲肥呢 补甲肥的话呢 我们有两种使用方式 我们呢 可以给它在盆土表面撒上一点这种控饰肥 这个控饰肥呀 它的弹铃甲含量是10比10比20 就是它里面的甲含量非常的高 而甲含量呢 就是促进你种球负状的 所以呢 补充甲肥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给它在盆土表面撒上这个 甲肥 也就是这个控饰肥 它是这个花果专用型的 因为控饰肥 它的肥效会特别的温和 特别的缓慢 那么除了用上这个控饰肥之外呢 我们还要给它再用上这个磷刷二清甲 磷刷二清甲里面的甲含量呢 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将磷刷二清甲稀释1000倍 然后呢 定期给它灌根 那么这样子双管齐下就可以有效的促进你的种球的负状了 那么种球养状了 后期呢 我们只要养护得当 你的这个株点红呢 还能够二次开花 三次开花 当然除了把种球养状之外呢 我们后期一定要给它足够的光照 然后呢 要让它呢 有足够的叶片来进行光合作用 来继续养分 那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呢 我们再适当的补充领甲肥 那么你的株点红呢 就能够一年多次开花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